全台灣有三百多個鄉鎮 兩百多個漁港 形形色澤的漁獲眾多 而且各自都充滿著無限的生命力 今天我們來到 國境軍難恆春 要一塊去體驗這邊迷人的海洋魅力 走吧 為什麼要叫板機魚 欸 寶寶你媽媽的道具也太多了吧 這個就是貝殼紗 看起來它真的有很多的形狀 這個可不是拿來載人用的 而是來提供住宿使用的耶 兩隻腳一雙眼 探索海洋新感動 發現娛樂新世界 留下來或者我跟你走 這句經典的電影台詞 就發生在美美的屏東恆春喔 恆春位於台灣最南端 是台灣海峽 巴士海峽 太平洋海域的匯集之處 因此周焦的漁業資源十分豐富 得天圖後的地理環境 造就了這裡許多青海的機會喔 一講到恆春呢 大家會想到什麼咧 是海角七號 還是墾丁 或者是名將身後的這一座 鵝鵝鼻燈塔呢 究竟來到恆春要怎麼玩才精彩咧 製作人跟我們說啊 我們今天主要的任務呢 就是要去抓星星 可是這麼詭異的行程 究竟星星要去哪裡抓呢 我們現在廢話過多說馬上出發囉 抓星星 我沒有聽錯吧 大白天的要帶大家去抓星星 我看你是被曬昏頭了吧 來到這個山面環海的恆春 不就應該帶大家去好好玩水嗎 我們現在的外景主題啊 真的是一次比一次奇怪 這次我來到恆春呢 竟然要帶我來抓星星 竟然已經來到這裡了 我們就要發揮出 娛樂特派園 使命必達的精神 這邊有一家店耶 我們進去摸摸看看好了 老闆 嗨 妳好 妳好 嗨 老闆 我叫Mija 嗨 妳好 老闆 其實啊 我這次來到恆春的任務啊 就是要來抓星星 抓星星 對 那你知不知道 在你們這邊附近哪裡 可以抓得到星星啊 抓星星喔 星星在天上呢 怎麼要抓得到呢 我這裡有抓新鮮魚啦 對啊 會覺得很奇怪 對 你看一下 這裡都是我自己抓的魚 這都是你自己補的嗎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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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邊沒有辦法抓星星 可是可以來這邊抓新鮮耶 當然啊 哇 好棒喔 是是是 所以我們可以吃得到的 都是最新鮮的 那所以老闆 來到這個地方 妳是不是你知道 有點餓 妳的 既然妳已經來了 那我就準備擠到我們當地的一些菜色 真的 恆春當地這邊的 對… 特色的海鮮料理對不對 對… 這就對了嘛 恆春的海洋資源那麼的豐富 新鮮海產十分充足 所以當然不能錯過這裡 熊青葉海比囉 哇… 在還沒有抓到星星之前呢 來到這邊 我們也可以抓到這麼多的新鮮 而且你看現在呢 經過料理之後呢 成為了一道道 看起來真的是非常可口的美食 所以妳要先介紹哪一道呢 讓我品嘗一下 好 那我們就先介紹這道那個 過山蝦 我們這裡的野犀 對對對… 哦 是恆春這邊野犀 自己自己補到的是不是 都有都有都有 這個蝦子啊 跟我一般吃到的蝦子不太一樣 對對對 哇 行動好特別喔 就它前面有兩隻腳式 對 對 它的那個熬 這是它的熬 蝦子的熬 對對對 這是過山蝦的熬 跟那個泰國蝦不一樣 一般的蝦不一樣 所以這叫過山蝦 對對對 這一道也是你們這邊很推薦的料理 對對對 就是恆春的西蝦補到的 是是是 好 我先嘗一口 這個不用加任何的那個 不用不用 只要吃原味 直接吃原味 對對對 快流口水了 我覺得它吃起來啊 就是有本身那種 就是蝦子 它的那個鮮味 而且它不是海裡面的 又跟我們吃到的那個 一般的那個 蝦子不太一樣 對對對 你知道它有那種 有點帶一點點的那種 山裡面那種土味的感覺 但是不會這麼的色 對對對 對啊 哇 好棒喔 那接下來呢 你要介紹我第二道是什麼 好啦 那我介紹你第二道 這一道是生蠔嗎 泰式鮮科 泰式鮮科 對對對 泰式不是它的味道 就會有點散散辣辣的感覺嗎 對對對 那你吃的話 來 拿起來之後 嗯 來 等一下攪拌 它上面就是有阻一些 對對 料上去了 對對對 直接靠在嘴巴 用吸的 就當成那個碗對不對 對對對 用鍋進來 露進嘴巴裡面去 對對對 哇 真好 有沒有 現在在我嘴巴裡面有酸 然後呢 有辣 又帶一點點甜味 然後跟本身它的鮮度 對 而且現在那種感覺 又跟剛剛一開始吃進去的那種感覺不太一樣 它的那個鮮味立刻竄起來了 對對對 好棒喔 哇 這是第一道很推薦 而且吃起來非常的爽口 那接下來呢 那我們來吃那個 一夜竿好了 一夜竿 對 不是一夜竿啊 哇 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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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 這一條魚嗎 對對對 做出來的魚就是這樣 這是魚竿耶 對 就是這樣子 那這個本身它 它真正的名稱是什麼 是什麼魚啊 就是 它的書面寫的是寫象魚 象魚 那我們當地的簡稱是臭肚魚 臭肚魚 對對對 像這種臭肚魚 它不是有一個嗎 有多嗎 哦 它的毒 就是我要殺之前 我會先拿那個剪刀 把它的刺 先剪掉 先處理 先處理 對對對 先處理掉 這樣子才不會吃到 把毒性先去掉之後呢 再做成這一道 青龍 青龍一夜竿 對 它這個上面是青椒嗎 不是 是青龍 我們這裡簡稱也是叫甜辣椒 甜辣椒 是這邊 甜辣椒你們也是這邊 對 這邊種的 是不是 所以啊 我發現這邊用的那個料理 都是用在地的一些食材 對對對 在地所種植的食材 去搭配的 是 好好好 你要就一塊肉跟一塊那個 好 還有一塊肉跟那個 青龍 甜辣椒 對 這個叫青龍 老闆一直提醒 對 我們通常吃到的那個魚乾啊 會加一點鹽 然後會吃起來有點 鹹的那個味道比較重一點 但是呢 它配上那個 甜辣椒之後呢 這個鹹魚的味道 它就一定要配那種蔬菜 但是蔬菜也不是一般的蔬菜 就是一定要找那種甜辣椒 因為其實甜辣椒 雖然呢 它不是很辣 但是它還會有一點點就是 辣的那種香味在裡面 所以整個貨在一起 你就會覺得哇 吃起來超正典的 那接下來這一道是三杯料理 對不對 那你們用的魚是什麼 來 板雞 板雞 為什麼要叫板雞魚 來 你媽媽也太 道具也太多了吧 我看一下有沒有什麼東西啊 它的背上有一個 類似我們那個槍 槍雞的板雞 哦 就是那個槍那個 對對對 所以它的書面寫的是板雞 板雞屯啊 肉質很像雞肉QQ的 真的嗎 對 不說它是魚做成的 你根本就會覺得說 它根本就是 雞 而且不是一般的雞肉 而是土雞 它吃起來的那個肉啊 很紮實 哇 在這裡用餐 真的可以說是驚喜多多哦 除了品嘗魚本身的美味以外 老闆還有很多私房的道具 可以讓你認識你所吃的魚哦 米翔 你今天海鮮也吃了 我記得你剛來的時候 對 你剛來的時候有跟我說 要去抓星星嘛 對啊 所以我已經電話幫你聯絡好了 真的假的 真的真的 速度效率這麼快啊 當然 對 它的位置就是在沙島 你找位董小姐 就一定會找到的 真的太好了 老闆你知道人真的是太好了 你看不僅請我吃 這麼多好吃的海鮮 還幫我找到了 可以抓星星的地方 對… 那我真的是太感謝你了 老闆 哇 沒想到吃飽喝足後 還不費吹灰之力 就有抓星星的線索了 米翔 你就趕快帶大家去抓星星吧 其實我在台灣很少看到 就是這麼潔白的 這麼美麗的沙灘 這個呢就是被河沙 看起來它真的有很多的形狀 沙島是一座小型的海灣 位於鵝卵比與香蕉灣之間 就在台26號省道旁邊 這裡早期因為海灘的沙子 堆積如小島般 因而被稱之為沙島 哇塞 現在啊米翔已經來到了沙島了 那剛剛我進來的時候呢 你看就被我身後這一大片 潔白的沙灘吸引住了 真的太美了 不過啊剛剛老闆說 要來這邊找一位董小姐 董小姐 到底要去哪裡找她啊 嗨米翔妳來啦 請問是董小姐嗎 對…我是董小姐 妳好… 哇塞 你們這個地方也太美了吧 是啊 其實啊我在台灣很少看到 就是這麼一大片 潔白的這麼美麗的沙灘 那這個沙灘究竟是怎麼形成的呢 因為我們這個沙灘的話 就是我們所謂的貝殼沙 貝殼沙 所以到底是貝殼還是沙 我們這個貝殼沙的組成呢 它裡面的成分是由 我們的油孔蟲 還有珊瑚 還有貝殼的碎屑所組成的 然後它是屬於碳酸鈣的成分 那我們沙島這邊的碳酸鈣成分 是高達97%以上 真的啊 一般人可以遊客可以下去嗎 不行 因為它這邊是已經算是保護區 因為曾經有興起一股掏殺的熱潮 真的 所以為了防止說再被破壞 這個景觀在我們台灣來講的話 是真的還算蠻珍貴的 真的 我們應該要好好珍惜對不對 是的 不過啊 其實我今天來這邊的目的呢 我是有一個行程叫做 要來這邊抓猩猩 抓猩猩不是要晚上才想要來抓嗎 現在這個時候可以抓 當然可以 真的嗎 哪裡可以抓猩猩 那就跟著我們一起來吧 我們來的監視館 裡面有玄機喔 跟著過去看吧 喔 有玄機 大白天的會有星星的出現嗎 搞得如此的神秘 讓大家更好奇了 哇 董小姐 這邊好多各個不同地方的沙子 對對對 而且它的貝殼沙的含量都不一樣 對 那你看一下我們沙島的部分 我們貝殼沙的含量就高達97.7% 難怪啊 要特別在這個地方 成立一個保護區 當然 就是要好好的維護它 嗯 沒錯 這個就是我們貝殼沙的成分 就是有恐蟲 貝殼還有珊瑚 這就是有恐蟲啊 對 它是海底的生物 哇 好特別喔 那我們的貝殼沙呢 就是因為它已經就是死掉了 那它的那個殼 就是經過海浪的拍打 拍上來之後 就是跟貝殼還有我們的珊瑚 就混為成所謂的貝殼沙 對 對 對 在沙島的貝殼沙展示館內 你可以輕鬆地認識貝殼沙的行程原理 更可以透過顯微鏡 然後有大有小的 好過癮喔 好特別 很奇妙吧 你看啊 從我這邊看上去那一大片 非常美麗的沙灘 可是你知道嗎 看得到卻沒有辦法過去 就會覺得說很可惜 可是其實在展示館這邊 就可以讓遊客呢 進來真的就是近距離的來觸摸它 對 然後親近它對不對 沒錯 其實感覺還蠻棒的 當然 不過啊 其實我這一趟來到恆春 最主要的目的還是要抓猩猩 妳所謂的抓猩猩 真的有猩猩嗎 其實量很少 就是我們俗稱有恐蟲的一種 然後它叫做星沙 所以其實星星就是存在這個貝殼沙裡面 是不是 對 搞了半天原來 星星是貝殼沙裡面有恐蟲的一種 對 沒錯 哇 只是因為現在數量比較少是不是 對 沒錯 貝殼沙它真的很漂亮 透過那個展示館這邊的精心設計 然後裡面有個那個 除魔區 有個那個燈這樣子反射下來 這樣感覺看上去真的是蠻天星的 這樣看上去角度也蠻美的啊 對不對 沒錯啊 哇 真的太棒了 我覺得來到這個地方呢 我們除了可以欣賞到沙島 整個非常獨特的景觀資源之外呢 下次來到這個地方 我們更不要忘了來到這個展示館裡面啊 親手就是近距離的來觸摸這個 貝殼沙 貝殼沙 來到沙島 除了可以在觸摸區抓星星以外 看向外面的超級美景 整個人都舒坦了起來 沙島展示館開放的時間是 每日的上午8點到下午5點 免門票 好 推薦您一定要來這裡走一趟哦 看起來就像一節一節車廂這個 這個可不是拿來載人用的 而是來提供住宿使用的耶 來到恆春 還有什麼地方是你不能錯過的呢 接下來要帶大家去體驗這裡最美的藍色海洋 到底有什麼有趣的東西呢 走 跟著咪講的腳步向前去瞧瞧趴 董小姐 我們現在來到的這個地方 是在… 厚壁湖漁港 這邊是厚壁湖漁港 對… 厚壁湖這個名稱是怎麼來的 它原本的名稱叫做大樹坊 然後因為它之前這邊是一個天然的戲湖 然後因為我們的居民面對這邊的話 是算後面 所以台語是阿鑑鵝 所以就變成是阿鑑鵝 對… 因為我們這邊的話 是算複合式的漁港 因為像你看有漁民的進出海 然後跟你看我們前方的那個遊艇 所以前面那一排都是遊艇對不對 對… 哇 其實這邊啊 後壁浮漁港算是蠻多功能性的漁港 因為可以看到除了有漁船之外 還有遊艇 對… 那這邊的那個漁業特色大概有什麼 因為我們三月到六月的話 是所謂的飛漁禁 然後我們十月份到一年的四月份的話 是旗漁禁 通常這個時間我們的漁民 就是會出來去標旗漁 什麼 標旗漁 因為之前我曾經就是在那個台東的成功 有過標旗漁的經驗 原來在這邊你們也有在標旗漁 對 沒錯 後壁浮是墾丁地區漁獲的集散地 多功能的複合式港灣 讓後壁浮擁有了不同的漁表新風貌 加上天然港灣的自然美景 可以說是非常值得一訪的好地方喔 哇塞 董小姐 對 這裡會不會也太壯觀啦 沒錯 這是難得一見的海浪 對啊 那個這邊的風浪會不會也太大了 因為剛好是遇到台風 我們這邊的話是屬於後壁浮海洋資源保護區 所以這邊朝鮮帶的那個生物 想必很豐富對不對 沒有錯 它裡面的生物啊 有像我們一般聽得到的就是海膽 海膽 然後洋睡族 洋睡族 海燕 還有海兔等等 欸 海兔 海兔之前那小琉球就有看過了 這邊也可以找得到啦 對 沒錯 那我們可以下去觀察嗎 今天不行 因為風浪的關係 是風浪真的太大了齁 太危險了 那平常啊 就是如果風浪沒這麼大的話 民眾可以一下去觀賞嗎 要由專業的解說員來帶領 就是只有存觀賞 就是不要去打擾到我們海洋的生物 對 然後不要去採集它 更不可以把它帶走 真的 這個真的太重要了 保護區為開放空間 不過還是需要有專業的教練帶領才安全 如果想近距離體驗精采的朝鮮帶 可以上恆程區域會洽巡喔 我覺得就是很特別推薦民眾朋友 其實來到墾丁呢 不是只有衝大對不對 玩一些水上活動 其實在後壁浮保育區這邊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海山一色行程的美景 而且還可以在這邊來拼掏光 還真的很棒 對 真的 所以下次有機會的話 大家一定不要錯過喔 看完了美麗的藍色大海之後 輿論新世界要推薦給大家 最後這個行程也是最讚的喔 這個吃房景點可以說是玩家們 大力大力很大力地給它推薦的好地方喔 來…看看是有多厲害 哇塞 白燒岸真的太美了 不過呢 大家應該都有看過電影 霍爾的移動城堡吧 就是那個會洞的房子啊 其實啊 在真實的生活當中 竟然在白燒岸這裡 真的給它發生了 而且啊 聽說就在前面耶 我們過去瞧瞧 在麵獎身邊的這一位呢 是培安大哥 大哥你好 你好 哇大哥我覺得很好奇啊 你看啊 在麵獎身後 看起來就像一節一節車廂這個 這個可不是拿來載人用的 而是來提供住宿使用的耶 這樣子的一個 idea 我覺得好特別喔 你們當初怎麼會想要把它設計成 這樣子的一個 住宿的一個方式 一個形態 因為我們現在這個 墾丁這邊觀光旅遊很多 大家競爭很激烈 但是現在因為全球氣候的話 我們要提倡的環保 所以我們在以不違背 破壞大自然的前提之下 我們保留原來的像這些椰子樹 我們一草一木都不去動它 然後用天然的樹林的陰影 在這個樹下面就做這些車廂 可以比較符合環保的要求 對啊 因為其實來到這個地方 我們可以看到其實整個這邊是度假村 它的那個面積很廣 然後你來到這邊 你會覺得自己真的是 感覺非常有那種南洋風情的feel 我的天天天啊 這裡也太享受了吧 美食 美酒 音樂 沙灘 放空心思 你還真的以為來到國外度假呢 白山灣這裡除了人少以外 自然景觀更是美不勝收喔 如果想要體驗最最最最自在自然的 海洋青海體驗的話 就不能錯過這個私房景點喔 你們是從哪裡來玩啊 台中 台中是不是 對 享受那種海水的感覺怎麼樣 很爽 真的是很爽對不對 恆春很爽 YA 這一集的恆春之旅大家還習慣嗎 如果你想像咪醬一樣 享受陽光 大海和沙灘的自在感的話呢 千萬不要錯過 南台灣的度假勝地 恆春喔 娛樂新世界 我們下週再見 拜拜 夏日就是要好好享受一下 恆春這裡的艷陽高照囉 娛樂新世界在這裡要推薦您 絕對不能錯過的景點喔 第一站絕對不能錯過的就是 白沙灣的頂級度假村囉 這裡有酷炫的移動城堡 還有極盡奢華的南洋巴黎島享受 在這裡靜靜發呆一整天 也不會讓你有後悔的感覺喔 接著你可以到後壁湖來一趟藍色海洋之旅 不管是要在潮間帶上生態觀察 或是靜靜地踏步在白色的沙灘上 都是不錯的選擇喔 肚子餓了 可以到香蕉灣魚港上方的餐廳找達哥 品嘗非常道地的恆春海鮮料理 體驗一下自己選魚撈魚的新滋味喔 另外您可以到沙島的貝殼沙展示館 了解一下你所不知道的貝殼沙 順便還可以抓星星喔 你還在等什麼呢 快來恆春走一趟吧 為什麼這樣一條會有這麼多門鉤子啊 一門鉤子不是就夠了嗎 欸欸 有 叫叫叫叫叫叫 白帶魚 千四十 喔 白色橋 現在必有來到龍門獨木舟距離 要來體驗這個獨木舟啦 講啊 它是有分左右手應該要怎麼拿的 我們可以來看這個斜切腳 怎麼這樣就冰箏了啦 那怎麼辦 有這個燈塔喔 噢 白色橋 很漂亮耶 機槍有掃過的那個地方都有燈塔在 欸 真的耶 連這個都打壞了 一些什麼話題很是真是做沒有 還要來看這個熱情 所以黑光 兩個字幕都在用臉 還有一句話題 在拍書地下